第一串烤鸡串 嗨 大家好 我是阿松 欢迎来到阿松频道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五 也就是传说中的中秋佳节 其实阿松是第一次在国外过这个中秋节 阿松现在目前人在日本 其实日本这里的中秋节呢 并不会做什么事情 也不会特别去吃一些东西 不过呢 这边的商店啊 像是麦当劳 他就推出这个 月见汉堡 阿松今天主要就是要开箱这一个 当然呢 台湾的习惯还是会吃那种烤肉 那这边是没有习惯去吃烤肉 也不会有烤肉的习惯 那阿松就买了这个 Seven的鸡肉串跟大家分享 好 我们就先来看这一个麦当劳的套餐 其实日本的麦当劳呢 在中秋节的这几天啊 有推出一个特别的限定汉堡 也就是月见汉堡 那个日文叫做 Mitsuki Baga 好 这个月见汉堡 除了上面有月见的这个汉字标志以外呢 套餐里面所配的还有跟台湾一样的薯条 这个薯条呢 大小跟台湾的size是一样的 当然呢还有可乐 不不知道为什么 日本麦当劳的可乐都是附这一种 他们标准套餐都是附这一种 对台湾来讲应该算是中可啦 那他们标准的话都是附这种size的 以台湾人的角度来看呢 感觉是有一点小气就是变小了 然后阿松还有加点一个 Mitsuki Pie 然后Mitsuki Pie上面还要写一句日语 上面写说 月を見る 心が上を向く 应该就是指说 看见月亮之后呢 你的心呢 就会往上飘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好啦 阿松第一回合呢 主要就是 试吃这一个月见套餐 round one OK 我们先从这个配菜 薯条开始吃起来 其实阿松啊 第一天来到日本的时候就吃了麦当劳 因为阿松家的巷子口那边就有一家麦当劳 然后我那时候吃了麦当劳的薯条 第一个感觉呢 就是没有那么脆 让大家看一下好 日本麦当劳薯条是长这样 其实没有差多少 看起来是差不多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吃起来 它的脆度就是有差 觉得呢 其实 如果你吃的习惯 台湾的麦当劳的薯条啊 你来这里吃的 第一个感觉应该也是跟阿松一样 就是它的感觉炸的就是 可能油脂比较多一点在里面 所以它 整体感觉就是有点软趴趴的 吃起来没有比台湾的脆度比较脆 我们来吃汉堡吧 汉堡 上面它那一个 Mizuki 派一样 有写一段日 它这次的Mizuki啊 然后主要就是里面有多了一个蛋 汉堡是长这样 蛋的话里面是有一颗蛋 白色的这个就是蛋白 然后 这个汉堡呢 他们每一个里面都有装一个蛋 好 阿松来吃一下它的味道 它吃起来有点像是那个 台湾早上的麦当劳在卖的那个早餐 那个叫什么 酥肉满福宝吗 味道有点像 因为里面有多了一层蛋的感觉 那它就是肉片嘛 蛋 然后上面还有一块这个培根 其实还蛮普通的耶老实讲 只是日本的商品啊 很多都是跟着季节走 他们商人也很聪明 都会做一些比如说 呃 限定啊 限购啊 限时间推出的一个口味啊 他们常常会这样做 像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噱头性的一个汉堡 其实它这个汉堡里面的美乃滋 我觉得还蛮好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日本的美乃滋啊 有股 我觉得还蛮特殊的味道 不像台湾的美乃滋吃起来 还是那种甜甜的 它吃起来感觉有一点点小小的那种芥末味的感 吃的差不多了 要吃这个 Mitsuki pie 这个Mitsuki pie啊 是那个Mitsuki bag啊 套餐里面所没有的 这个是阿松加点的啊 这个150块日币 为什么阿松会想点的 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套餐啊 只有汉堡里面多加个蛋 感觉是事实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有点空虚啊 所以阿松才买了这个 这里面有包那个红豆 还有那个白玉汤圆 咬开的时候就有闻到那个 汤圆和红豆味道 我还没有咬到红豆 等一下哦 红豆出现了 右边是红豆 左边是白色的汤圆 可是我以为它汤圆是会均匀分布在红豆上面 没想到是 分开的 没想到是变滋变滋的 我觉得还不错吃耶 它吃起来是甜的啦 可是外皮是有点咸咸的 汤圆的话 汤圆的话这个也是偏咸的 然后红豆当然是甜的 吃起来有点咸甜咸甜的 还蛮好吃的 接着换这一袋烤鸡串 阿松总共买了4串的烤鸡串 它每一串的烤鸡串呢 都会帮你包成这样 帮你包得好好的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耶 它每一串都包得好好的 我以为它会把4串包在一起 没想到它是每一串每一串这样包 然后呢我觉得日本便利操商啊 它的一些熟食 像这种烤鸡串啊 都烤得蛮可口 会放在厨窗那边 然后等你要买的时候呢 它再把它拿出来 不然间微波乳夾了 它每一串每一串这样的包 我觉得是有点浪费值啊 有点增加地球负担之类的 讲到这个浪费地球资源啊 就不得不顺便讲一下这个塑胶袋了 这个日本呢 我觉得算是一个塑胶袋文化 非常盛行的国家 哪怕你只买一串烤鸡串 它还是给你一个塑胶袋 无论如何呢 你只要没有讲说你不要塑胶袋呢 它就会直接放进塑胶袋里面 店员的手机很快就直接放进去了 如果你不要塑胶袋呢 你可以跟它说 袋大丈夫 它就会知道说 喔好 那你不要装塑胶袋了 阿松总共花了寒碎日币515块 好 这个第一串 第一串烤鸡串 这个是酱油口味的 看起来蛮可口 OK 好吃耶 好吃 我这个是酱油口味的鸡皮啊 这一次是烤鸡皮 它烤的呢 上面有一点焦焦的 所以吃起来会有一点炭的味道 它是有点冷掉啊 不过我觉得这个 还蛮下饭的 解开蜂蜜 第二串 是什么呢 喔这个 烤鸡串 第二串 盐味的 这个是鸡肉的 鸡肉的盐味串 嗯好吃这个 这个我觉得也蛮好吃的 它这个盐味的 感觉是没有撒盐在上面 注意看是没有盐在上面 它那个盐味好像是出自于里面的一些烟料吧 然后大家再注意看一点就是 呃 这个也不是我打光的关系啦 你会看到它上面有一层这个 亮亮的 这个不是油脂哦 这个不是烤鸡串它本身的油脂 它看起来有点像是一种沾酱 刷在上面 看起来卖相是还蛮漂亮 嗯 这个盐味的也好吃耶 倒数第二包 使用浅浅能力啊 这个应该是 鸡肉丸子啊 感觉它的重量还蛮重的 哦 没错 这是鸡肉丸 它鸡肉丸烤得也很漂亮耶 它这个 自然散发出来的光泽 看起来就是 很可口的感觉 我觉得它日本的 Seven手指啊 或是其他像是Low Song之类的 真的是有下苦工在做啊 看起来都是这种 秀色可餐的样子 很棒 好 最后一包 最后一包是什么呢 开酱哦 噔噔 哎呦 滴酱了 这一串看起来烤的特别焦耶 奇怪 最焦的一串 也是汁最多的一串 这个就是烤鸡肉串的 酱油口味 哦 又滴汁了 又滴汁了 嗯 嗯 这个吃好多 这是酱油口味 就 嗯 真的比较咸 吃起来真的比较 咸一点 好 好 不像刚刚那个 盐味的那个是真的是有 一点那种 呃 泡过盐水的那种感觉 啊 这个就是 单纯的咸而已 好 不过吃起来也很好吃就是啊 诶 等一下等一下 还没有吃完哦 因为今天是中秋节 所以一定还要再吃这个月饼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月饼还蛮妙的耶 阿松是在我家附近的live超市看到 我住在日本的人应该对live超市不陌生啊 这个月饼啊 上面真的写 月饼这两个汉字 月饼在日本是念作 夹配 这应该是比较中式的读音啊 不过我相信这个应该不是太月饼的月饼 上面还写着 和果子 然后他制造商呢 是写 山崎面包 那个山崎胖 那个山崎面包做的 好 不管哦 来吃吃看这个 神奇月饼的味道如何 图案还蛮可爱的耶 上面有印着两只小鸡啊 左右两只小鸡呢 夹着中间月饼这两个字 样子看起来是还蛮到位的 可是味道怎么样还不知道 好 闻起来也蛮月饼的感觉 希望不要和日本的珍奶 一样让阿松失望 有耶 里面是包这种红豆馅的 它红豆还蛮勉的 还可以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蛋 好 然后它里面有包这个 大家应该看不太清楚 这边 和这边有包这种 藏在红豆馅里面的 碎胡桃 也是个胡桃啊 把它拨开来看看好 看起来是 不会有蛋黄的感觉哦 全部都是满满的红豆馅 红豆馅里面包着碎胡桃 这个 其实还及格啦 还OK 没有那种太惊艳 太恐怖的感觉 好 你有什么日本美食推荐吗 欢迎下方留言哦 好 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差不多结束了 阿松陆续都会更新 有关日本的相关资讯啦 如果觉得阿松的频道还不错的话呢 不要忘记按赞 还有订阅 并持续关注我的FB粉丝团 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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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